其实你知道大家对你有一个外号 就跟公主也接近的吗 我知道 就是格格这个词啊 你怎么看待这样一个称号 我啊 我觉得其实我也不是看待什么称号不称号 我觉得其实这就是外界大家给你的一些评论吧 重点我觉得还是要认清自己的出心 然后认清楚自己 然后呢 做好自己就够了 2017年10月8日 粉丝心碎 时光群众狂欢 当攻炸自己陆寒在社交平台官宣了恋情 对方是有国民闺女美称的关小彤 虽然知道自家偶像早晚都会谈恋爱 但是等到他宣布恋情的时候 不可避免的还是让部分粉丝难受了 事业政治上升期 他毫不犹豫的选择当中公开于关小彤的情侣身份 这个选择是错也是对 错的是陆寒事业已落千丈 对的是陆寒对女孩负责任 当年因为这件事 关小彤备受责骂 粉丝觉得他配不上他 过分的是还创建了一个好专门祈祷两人分手 外人的评价丝毫影响不了二人恩爱 为什么有些人慢慢开始讨厌关小彤呢 从原来的不讨厌最后都变成了讨厌 那是因为他得到的关注实在太多了 从一考开始 我们就今天在热搜上看到关小彤 明天还能够看见他 而且每一次都能够听到一片称赞的声音 喜欢他的人当然是愿意看到这样的情景 但是弱人的话 整天只看见你一个人 久而久之也就反感了 所以说关小彤在大家都对他有一点 不瞒的时候选择公布和陆寒的恋情 这大概也只剩下很多的羡慕 极度到讨厌了吧 关小彤二十岁上大学时 就买了辆160瓦的号车 网友们纷纷指责 这刚上大学就炫富 也太夸张了 结果关爸爸说了一句话 打消了网友们的质疑 关爸爸出来解释 这都是他自己赚的钱 凭什么不能花泥 关小彤出生于表演世家 爷爷是北京情书创始人 更老舍一个地位 爸妈是圈内殖民演员 人脉资言都很广 小关从四岁起进了演艺圈 把随便应无极理的小清整名造一时 长大后的小关也很争气 靠着那股天生的刁蛮任性 竟然扛起了女儿大旗 他在大教父中给王志文当女儿 在一泼二主里演张嘉义的闺女 到了好先生 孙红恩又成了他的干霸 关小彤与陆寒成为了 娱乐圈中的模范情侣 公开至今已过去四年 他们经历的实在是太多了 许多人对关小彤了解得很偏便 觉得他年纪小 便认为他不配陆寒 实际上关小彤是一位特别努力 敬业 懂礼貌的演员 凡是与他合作过的人 都是这般认为 呃叫陆寒吧 你叫什么 你看多不好记 我刚叫完宝哥就忘了 我叫陆寒 那我叫关小彤 我比陆寒差哪了 我 关小彤的形象在众人心里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女孩真的很棒 经常会有人觉得 这两人好低调啊 都不出来秀恩爱 其实 他们秀恩爱不少了 总会在秘密的采访中提及对方 曾有记者问过关小彤 你们是怎么称呼对方的呀 起初 关小彤还挺羞涩 但最终还是到处来了 私底下会亲切地称他为陆寒你 陆寒则会叫他小搜 为了陆寒 关小彤也是无时无刻地在成长 关小彤从之前的青涩之内 到现在的成熟 一路走来也是十分的不易 凭借着自身的努力 关小彤如今的名气也是一路飙升 大长腿 高颜值 她都能够轻松驾驭 在演技方面 太远是在认真地磨练自己 这又不服输 有认真的女孩也值得被爱